光绪最爱的三个女人全是当时的玄伟冠军 最没存在感的要数锦妃了 但她有一件翡翠物件却是天下人都知道的 锦妃出嫁时两家人为其准备了精致的嫁妆 后世最出名的正是这颗翠玉白菜 菜帮部分象征着女人的真洁 菜叶部分上面还雕刻着一只锅锅和一只蝗虫 寓意着多产多子 关于这颗翠玉白菜 坊间流传原本属于真肥 被锦妃横刀夺爱后 种在法兰花盆里 旁边还配了一株灵芝 实在叫人大跌眼镜 据李林英所说 慈禧死后身边也放有一颗极其名贵的翠玉白菜 有人猜测正是锦妃这颗 翠玉白菜这么出名 你知道它现在身处何处吗 下期给大家讲慈禧墓里到底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escaped